整个八角街里面来说的话 最老的建筑应该就是我们大昭寺 保护最难的地方 应该就是现在的这些 所有的古建筑 它就是应该说年代都比较久远 对于他们的改造也好 修缮也好 是非常甚至优胜的 而且很多它都是 我们八角街的这些大院里面 它都是有居民的 怎么样的就是说 在保护的同时 满足居民的日常的需要 解决好这个矛盾 应该是古城保护 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问题 他们是下去咨询 给老百姓去问 问了以后就是 农村他们的心 我们收集很多这个意见 不同的意见 我们要去各大院 各民族都要去问一下 问了以后 大家的意见来去改造 改造以前的 就是土路呀 也是土路 我也是在出生在这边 你说这个项道里面 乱扔垃圾乱扔出去 也不方便 这里面就是已经提升到了 这个晚上也像白天一样 紫外线墙嘛 这边的话就是高游客也好 这个转进人员就是过来的话 就是房子就是 紫外线的一个反射的一个能力 就造成这个黑色的石板 中间的就是我们磕头的 就是转进磕头的话 就是用那个中间的白的那个石头 就白刻的时候就是也很滑 就是黑的时候就是 很好的这种感觉 老城区保护项目的实施之中 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有一个精致的传承 不光是要把这些建筑留住 更是要把这种氛围和文化留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